他们在他们的这个整个社会里面呢 找不到社会认同感 整个社会好像是在排斥他们 当然他们本身是被变远化的一群 所以他们在他们的这个整个社群当中呢 他们唯有通过一些 一些呢就通过服装 一些通过利益的 标新利或者是 跟其他很不同一个方式 来突出自己 来来来 来赢得这个 同身 这个同对们的这个尊重 所以他们就改装他们的引擎 导致他们的引擎就很潮 引起其他人的一些 很多的这个反感 但是只有4.5% 涉及这个形式的这个成分的话 那么换言之就有整 95.6% 是没有涉及这个形式成分 所以我们应该把价点放在 为什么这95.6%的这个年轻人 选择这一条路 是不是我们社会对他们亏欠了他们 是不是政府没有好好的 没有好好的照顾到 没有好好的关注这一群人的身心发展 而只是从一方面 从很异乡取言的说 我们有公园 所以你们应该去公园玩 我们有体育场 我们有篮球场 我们有足球场 这些是硬体的设施 但是有没有真正的走入这群 对边缘化年轻人的这个牺牲 看看他们到底要的是什么呢 好的 我们先进入一段资讯 资讯回来再请谭博学 给我们探讨一下到底这些标车党的成员 是否已经被定型 然后又怎么去挽回他们别人对 特别是社会人士对他们这个认同 跟自信心呢 小兔姐 好 欢迎回到你怎么说的节目现场 那下来我们请心理学家 谭彩林博士 给我们分析一下 刚才志峰兄所提到的 在标车党成员当中 他们愿意被认同 甚至有些社会人士说啊 这些已经是标车的 他也是一个一个犯罪分子 他也是无药可救 像是一块烂泥浮不上地的 那我们怎么样去帮助这些标车党成员 从事他们的信心 以获取社会人士对他们的认同感 OK 我觉得整个社会来说 我们完全不可以放弃 或者是看清他们这一群 认为他们是不可挽救的 无药可救的 是这个社会的垃圾 OK 我觉得除了我们说 要靠这种警方的帮助 可能是说增加这个巡逻 看看有没有这方面 标车的事情的发生呢 很重要的一点 就是要从这个家庭着手了 很多时候这些标车的成员 他们都是少年 心智还没有完全的发展 所以一般都是来自一个 不健全的家庭 是的 可能他们是来自破碎的家庭 父母离异 那只是说父母过于追逐这个金钱 忙于事业 而忽略了给他们关爱 那么很多 比如说隔代的这些 对对对 没有好好的沟通 很多时候呢 他们是物交顺友啊 是 我所知道的要逃教孩子呢 其实是一个很艰难的一个过程 是 能够把孩子生下来 其实并不是一件难事 是 在整个调教的过程当中呢 是很很费神 而且呢是真的是蛮考好我们的毅力 以及我们的耐心 对 那么当这个孩子物交顺友的时候 很多时候他们就就很叛逆 不想要听父母的劝解 嗯 那么我也注意到很多的父母亲呢 他们过于的放纵啊 是 就是我家里有汽车有摩托的 虽然孩子还小 没有这个来自 没有这个制造 但是也任意让他们去骑 所以那很多时候就发生了这个意外 也造成别人的这个伤害 嗯 那么呃 要关注这群 我觉得给他们呃 适当的 恰当的辅导 也是很重要 了解一下 为什么他们心中 会有这种纳闷 苦闷 为什么呃呃 飙车呢 是一种危险的玩意 他们还是想 那种生命的危险 去尝试 这种刺激的程度 到为什么能够呃 吸引他们 能够引起 他们这么大的那种呃 喜爱 所以我说呃 给他们那种心灵的辅导 以及呃 明白他们这个心智的发展 他们的需要 他们成长的过程 他们的问题是很重要的 那你谈不是所谈到的李警官 比如说家长 让孩子们滥用这些所谓的交通工具 包括汽车 跟呃 摩托车这一方面 你对于这家长有什么呼吁 我呼吁家长 尽量关心您的孩子 嗯哼 不要让他们啊 无照驾驶 嗯哼哼 这不只啊 造成本身的危险 也 也别的公共使用者带来一定的危险 那于啊 从过去四年呢 全部警方所展开的取缔标车党的次数 跟提供的人数 那么看起来目前啊 被捕跟被提供的人数 有增加的迹象了 那问题是不是 说问题也开始恶化了呢 啊 这不然啊 啊 根据我们 自从五月至今的啊 严厉取缔行动的数据啊 已经有336人因为啊 啊 涉嫌 被罚赛车而被捕 其中135人已经被控伤法庭 其实啊 这一些人来 警方都有进行一系列的啊 取缔行动 只是啊 没有被大众所啊 注意到 不不不 那 这种 根据李警官这个数据啊 刚才我们有 之前有交流过说 啊 到从2006年开始 到2009年 所有被 逮捕的 这些标车党的活动 是不是都有被 提控上法庭呢 那根据报章的数据 又是怎么样 呃 这个是看这个 因为警方完成调查之后 将那个案件 交给总检察署 由总检察署来决定说 到底要不要进行 这个提供 而且在交给总检察署的 这个过程中呢 呃 这个就要靠警方 提成的这个证据 成不成立 或者是有没有 有利的证据 来能够将这些 呃 标车族的这个成员 控告或者是能够入罪 如果能够入罪的话呢 那么那个案件的 这个这个 这个比例就会增加 如果不能的话呢 因为 据我所了解 1987年的这个 这个路路交通法律呢 其实并没有很明确的 讲明 或者是说明 什么是这个 不要说 它只有其中一个条文是 呃 威胁他的 或者是不安全的 这个危险驾驶 危险驾驶 如果不对的话 可能有警方 就证一下 就是只有这一 这一个条例而已 你看回去 看回去的话 那就是那个那个叫路路交通法令呢 也有很多人认为说 是不是应该要重新检讨的一个过程 包括有人提出说 你除了提供他们的话呢 也应该没收这些经过改良 引擎 特别是引擎经过改良的这个摩托车 因为标车族的这个成员 他们丢很多钱 花很多心思去改良那个摩托的这个引擎 让他的这个引擎的这个这个速度呢 完完全全的提升 或者是提升到一个 可以引到的一个一个一个 那对这个理解关 怎么说 比如说 充公他们所谓的改装过的交通工具 是合规格 是的 我们有充公 有充公 有充公 到目前为止 大概占了 占了多少个百分比 百分比 让我 看一下我的数据 好 主要都是摩托车被充公 是的 主要是摩托车 90%以上 90%以上 OK 那李警官 比如说2009年4月啊 警方展开了全国性对标车党的这个逮捕 以检举行动 那么在这些行动中啊 警方拟定了一系列的 比如说检举啦 逮捕啦 跟那些防范的策略 可以不可以解释一下这些当中的细节呢 其中一个最基本的策略就是我们把标车族 从之前的 说著麦仁碧 我们改成三星家弹 就称为公路流氓 这是一个很有典异的名称 你错错他们的销 所以然后叫麦仁碧 就改成了这个 因为之前他们认为 不是三星家弹 就华语我们叫做公路流氓 因为之前麦仁碧 他们以为他们是就好像战战自喜 就好像已经得到达多的封号 所以他们以为中文对他们很欣赏 那么到底传言中 有人说警方把一些卧底 安插在这个标车档里面 到底有没有这样的情况 其实要把一个标车 公共流氓控上法庭 我们需要很确凿的证据 我们有安排便衣警员 收集情报 还有收入他们非法塞车的片段 那这封比如说媒体 刚才李警官说 从今年5月开始